当年李连杰在拍摄《投名壮》时 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因为他的片酬竟然高达一个亿 但导演陈可欣却表示误超所值 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 以1.7亿美金的全球票房 把中国电影带入了商业大片时代 千禧年之后 随着香港电影的衰落 不少香港导演纷纷来到内地发展 而陈可欣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鄙视的陈可欣 已经是香港赫赫有名的文艺片导演 但他显然更需要一部大制作 来奠定自己在内地市场的地位 于是在2006年 陈可欣经过层层考量后 把目标锁定在了 期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 早在1973年 香港著名导演张彻 就曾把这个故事改编为 电影《刺马班上大营幕》 并且在当时收获了不错的反响 所以陈可欣也是受到了此片的影响 才决定拍摄这个题材的 思前想后 陈可欣决定以全新的结构 重新改编这个故事 并确定了电影的名字投名状 然而一开始陈可欣是详情 金城武来当男一号 我可以说最早期的时候 真的这个戏有想过 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戏 但后来陈可欣又想 在电影中加入大场面 来拍一部史诗集的战争动作片 可大场面就意味着要有大投资 于是陈可欣便开始四处找投资方 由于之前从来没有拍过这种题材 投资方并不看好这部电影 所以只给他投资了2000万美金 陈可欣知道这点钱 根本就拍不出自己想要的大片 他需要一个能打动投资方的筹码 而这个筹码就是李连杰 最后陈可欣用一个亿的片筹 请来了李连杰出眼投名状 而投资方在得知李连杰出眼后 也追加了2000万美金投资 最终投名状的总投资达到了4000万美金 约合3亿人民币 除了李连杰之外 陈可欣又找来了刘德华 金城武 徐静磊出眼 他们的片筹分别是1600万 1200万和200万 此消息一出 便引起了巨大争议 因为四位主演的片筹 总共1.3亿人民币 占到了总投资的40%左右 更不可思议的是 李连杰的片筹 净比其他三位主演 片筹总合的三倍还要多 而在面对媒体的质疑时 陈可欣也说出了其中的缘由 事实上 投资方之所以敢拿出4000万美金 真正原因是 他们看中了李连杰的商业价值 2001年 张艺谋在筹备英雄时 原本只拿到了300万美金的投资 但当他找来李连杰出演之后 投资方便把投资提升到了3000万美金 而电影在上映后 不仅全球票房大卖1.7亿美金 也让张艺谋从一个文艺片导演 一跃成为国内顶级的商业大片导演 要知道在街拍投名状时 李连杰早已是想于全球的国际巨星 在好莱坞闯出一片天地的汤 身价更是高达1500万美金 也就是说 以当时的外汇比率 投名状剧组需要向李连杰支付1.2亿人民币 但李连杰念在于陈可欣的交情 主动减掉了2000万的零头 但即便如此 李连杰一个亿的片酬 也再次刷新了华语片的片酬记录 成为中国最贵男演员 2007年 环球影业开拍《孟乃一三》 导演罗伯科恩邀请李连杰加盟 并以当时的市场价 向其支付了1500万美金 他们正式看中了李连杰 在全球市场的票房号召里 当年李连杰五部电影《征服好莱坞》 更是被誉为蝶片之王 只要是他主演的电影 即便是票房并不卖座 但DVD出租和蝶片市场的收益 也足以让投资方赚得盆满钵满 这也就是为什么 国内导演不惜斥剧资 也要请李连杰拍电影 因为只要是跟李连杰合作的导演 必定会吸引来自世界的目光 所以不管是张艺谋还是陈可新 他们都想借助这个机会 让自己的电影走向国际市场 而且在那个还没有流量明星的年代 只有李连杰这个金字招牌 才能让投资方赶拿三个亿 去拍一部华语电影 2007年12月 集结了李连杰 刘德华 金城武三位大牌明星的电影 投名状在内地公益 作为陈可新导演 转战内地市场的转型之作 投名状可以说是生不逢时 上映没几天就遇到了 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 原本上映初期票房 还一路走高的投名状 却被主旋律题材的集结号 给半路拦截 最终这部大腕云集 赤资三亿人民币打造的电影 票房只收获了2.1亿人民币 相反 同位战争题材集结号 没有大牌明星 而且总投资只有8000万人民币 却取得了2.5亿的超高票房 是当年华语电影的票房冠军 投资方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 虽然投名状的票房成绩差 但却并不能代表它的质量 我们暂且抛开剧情不说 这部电影无论是动作场面 还是浮华道 绝对是顶级的大片水准 该片不同于张艺谋电影的那种艺术性 而是追求散乱狂野的写实风格 三位男主角一改往日英俊潇洒的形象 全部以胡子拉叉的造型出击 投名状由陈晓东担任动作导演 陈晓东曾凭借英雄 获得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 他最擅长塑造动作的美感和浪漫色彩 但这恰恰就是导演陈可欣最不想要的 陈可欣要求动作设计要真实 不要武侠片那种花里胡哨 而由于陈可欣从来没有拍过动作片 所以就出现了外行指导内行的局面 两位导演沟通起来非常困难 直到后来李连杰的出现 才改变了这个局面 李连杰是名副其实的功夫皇帝 他既了解陈晓东的风格 也明白陈可欣的意思 所以李连杰就成了 两位导演之间一道沟通的桥梁 投名状的第一场动作戏在山谷拍摄 风格类似于美式橄榄球 投名状的第二场动作戏书城大战 在开阔的山谷拍摄 这是全片最恢弘的一场战争动作戏 这场戏剧组请来了部队协助拍摄 几千人的大场面 八台摄影机同时拍摄 该片由六次获得金像奖 最佳摄影黄月泰担任摄影师 黄月泰表示 这是他从影30年以来 见过人数最多的一场戏 在拍摄士兵冲锋这场戏时 导演陈可欣要求 摄像师进入人群中拍摄 并且让弓箭从前面的士兵身后射出来 这样观众就可以体验到森林战场的感觉 输成大战这场戏 两位导演分工名曲 陈小冬喜欢大场面的美感 所以他就负责拍摄金戈铁马的镜头 而陈可欣最在意细节 所以他就负责拍摄人物特写 以及冷兵器之间的较量 士兵之间的肉搏战 流血的脸部和沙红眼是面部猙獰的表情 这些都很好地反映了战争的残酷 投名状的一名虽然是战神 但事实上却是在宣扬反战主题 因此 在影片的战争戏中 你会发现投名状的拍摄手法 和同为古装战争片的英雄完全相反 在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中 你看到的不是战争的残酷 而是色彩鲜艳 浪漫唯美的暴力美学 陈可欣的做法则完全区别于张艺谋 他没有铺设炫目的画面色彩 而是选用古铜色作为电影色彩基调 极力烘托战争的恐怖和残酷 在动作设计上 也不是像英雄那种飞来飞去 把武打美化成舞蹈 而是追求写实风格 不是每一下都是这么出的吗 就是拿这个手一推 从那 从那 头鸣状彻底颠覆了 以往古装大片的模式 这场动作戏没有威样 没有花哨的武打招式 极力还原真实战场上的厮杀 只管展现最真实的暴力 以此让人们对战争产生厌恶 头鸣状的电影色彩与剧情前后呼吁 前半段战争戏用冷色条凸显战场的残酷 后半段主角升官发财 用鲜艳色彩展现出名利的诱惑 陈可鸣把商业片和文艺片完美融合 前半段用宏大的战争场面吸引观众的注意 而后半段则用细腻的文系 去揭露人性黑暗的一面 可以说投名状这部电影是文武兼备 武系有武系的精彩 文系有文系的深沉 文系武系交叉呼应 实在是一部被严重低估的好电影